有一位马大姐 她本是个大闲人 两不丁啊 没了工作 她好像是丢了花 这岁数 在休业 学技术没有问题 不甘心 从此写菜 成片节锅玩瓢盆 有一位马大姐 她可真是个大忙人 东就长 西就短 专帮人接南天 饥饿如愁 不计得失 满江热情 提前退休 心不下岗 人生在搏几会 进行 听这干嘛了 看电视呢 这是看电视啊 听着怎么像灭蟑螂啊 不说 这蟑螂要这么个打法早灭光了 电视它怎么就拍出影来呢 来来 我来帮你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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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 我们这不是看电视玩的吗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咱们家进了坏人 你们俩跟坏人搏斗呢 真是 我们这儿跟电视机搏斗呢 你们俩那不行 瞧我的 我 这你我 哎 住手 住手 啊 王爷 就说爱家犯错 你也不能那么打呢 亲自报上刚登过一篇纪实报道 一个当妈的就这么把女儿活活给打死 谁打她了 谁打她了 你跟报上登的一样啊 凝聚举报之后 那个当妈的死活不承认 哎呦 我妈她没打我 你这也跟报上登的一样啊 挨打了女儿被营救之后 连实话都不敢说 啊 潘总 她是这么回事 你还是跟报上登的一样啊 那个当天一劲儿护着 隐瞒事实 今儿个我要是不来 明儿个又多一招血案 我说潘总 你哪一家子过得好好的 你干嘛跟他们说这么乱七八糟 过得好好的 你们打成这样 哎呦 您瞅清楚了 我们可没打闺女啊 我们在这儿打着电视嘛 打电视 看电视听说过 打电视头会听说过 哎 我瞒您说 我们还就是为了看电视 才打电视 哦 我看我看看 这是电视 这咱们不是电视啊 这是咱们国产的第一代彩电 是吧 老王啊 前两天去修以前呢 还有影儿了 回来摔了一下 就成这样了 那怎么办呢 你看这是 怎么办啊 好办呢 啊 你找我啊 哦 找您 哎 直接端起来 顺着窗户往下一扔 找你 这 啊 什么 啊 好好电视我们得扔了 哎 扔还得找没人的时候 要不然在污染环境还得罚款呢 啊 哥 啊 我们这电视才买了二十来年 就给淘汰了 吃 哎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 哎 新十年旧十年 摔摔打打又十年 哥 不知道您这过玩 哼 这电视机场还不对倒闭啊 哥 你们打着啊 我走了 你走了 哎 哎 哎 我这干什么来的 我想起来了 我原本想也是是和你们家来看电视 怎么着 你也是假一球迷 谁啊 谁假一球迷啊 我又不是自虐狂 我到你们家就看个玫瑰之月 《非诚男女》什么的 啊 你看那节目 还不如直接看马大姐我呢 嗯 看我哪天给你介绍个对象 是吧 愣着干嘛 给我打 再打 来啊 打 妈 嗯 咱明天什么时候去买电视去啊 明天啊 嗯 买什么电视 师父买电视了 不买啊 嗯 那您还想中奖赢一个啊 吓呗 那能赢得着吗 真是 那就只有 偷一个 怎么也就偷 那孩子不学好呢 哎呦 不如不学好啊 这不明摆着嘛 咱们家电视机坏了 修也修不好 不买你个怎么知道了 谁说那电视修不好 你电视还真修不好了 真是 哎呀 那修不好 那有修不好的办法啊 嗯 是不是 那那咱们不会不会那个 不会不看了吗 爸 哎呦 爸 您听我妈刚才说什么的 爸 说电视机的事 爸 嗨 其实要叫我说啊 咱也不一定非得买 哎 呃 太贵的 哎 哎 你这买个两三千块钱的就行了 什么 两三千块钱 你俩三月工资 不行不行啊 绝对不行啊 那不行怎么着啊 你也不想想 那没电视 那晚后咱怎么活呀 没电视就活不了了 你妈打小架了就没电视 这不也活过来了吗 那您小事 您小事 你说您家不穷吗 嗯 那可不是什么穷不穷的事 过去那富人也没有电视看 哎 慈禧富富富 中国首富了吧 李嘉诚少一夫都没份跟人比 北海 富宫仙东坛 武坛 拔庙 颐和园 都是他们家的 哎呦 你问他看过电视吗 那看 哎呦 您这不是抬杠吗 您 这这这 要我说啊 艾家的心情可以理解 哎 老妈你的顾虑呢 也有道理 不如啊 咱们折中他一下 哎 现在我看着报纸老登那个 卖这个二手家电的 要不咱就买一个旧电视机怎么样 什么 这二手旧电视机的亏 咱还没吃够 看不了三天就出毛病 到时候砸到手里边 看看不成 修也修不好 不行不行啊 买一旧了 还说不买呢 哎呦 太好了 艾家也同意不买了 就这么定了 不买了 我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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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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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着那家里几个孩子呀 他没电视看 他闷得慌了 他有小孩玩 您能不说 玩什么玩啊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 竟胜打架了 马大虎和马小虎 碰到一块都死掐 我跟马大亚 到现在都不过话 打架也比一人干呆着强 这孩子 这孩子说的也不是全不对 社会发展到现在 没有电视是真难熬 我说老王 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 没电视 你这不能看报吗 这报纸跟电视它能比吗 这重点该看新闻联播了 报上也有新闻呢 这新闻以后 它还有电视连续剧呢 那你那报纸上 不有那个小说连载吗 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 那体育比赛呢 这可是假意实况 那报上不有体育版吗 那假意的结果不回回头灯吗 你看你看报 那光看结果能成吗 这体育比赛重要得看过程 你自个儿都说 看假意那破过程 看得你头打 心慌费摇诈 自我乖看 那这报纸才几张啊 这这这一会儿 这这这这就看完了 这就 这报纸看完了不爱的呀 那不是还有书呢吗 是不是 哎 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是不是 哎 这不有书吗 就这么着吧 这什么就这么着吧 我刚一天活够累的了 这回来还让我看书啊 哎呀 看书是最好的休息 看 看书是休息 哎 那 那我怎么从来没见您 休息休息 我 我 我牵不住 我从来就 我不能休息 是不是 哎呀 哎呀 老王你说的对 我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工作 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是吧 你先休息吧 我慢着说说 合着我一天到 没干别的 我光休息了 你看 艾佳也同意我的观点 谁 成 那我也别光老休息了 我上刘永远家干点活 看日本偶像 哎哎哎 家艾佳 你在家休息 可以我干活去 你不是 这贾A这就开什么了 你们干 可有 你出息 他一天没电视就问外窜 你瞅我 我上院里聊天去了 哎呀我上院里聊天去了 您想把这有钱人买东西 讲究一步到位 俗话怎么说呀 花钱不眨眼 人家俗话说的是这个 杀人不眨眼 哎我说潘总 像您这么有钱的一人 您干嘛不一步到位 买宝马开开啊 我懂了不是 外行了吧 是买宝马不叫有钱人 最有钱的 杀人今兴买都市贝贝 那为什么呀 你听我给解释啊 有钱人最讲究笑着 你买宝马气息 那么大那么宽 糊涂也不能钻 谁也抢不过 是吧 你走哪停车锁车 多耽误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你想我开这车 哎 谁跟我挤我都不处 谁跟我撞我也不亏 你关键一条是 我得哪停哪 我还不带锁车的 啊 就是 什么 您这 罚就罚吧 是吧 偷就偷吧 丢了我再买一辆 有钱吧 我就乐意这么花 您这说法我倒是投回听说 投回听说吧 学着点吧 我学这干嘛 我还回家看这事去吧 哎呦 正好 那种啊 爱家在你们家呢 跟他早点回家啊 哎呦 爱家呢 我跟您怎么不早说呀 王叔人在呢 让他们一会回家啊 不是 王叔他 那那那闹了半天 您家还没买电视呢 买电视干嘛呀 看电视有什么好的呀 是吧 第一飞演 第二飞电 是不是 哪有咱们这么聊天好啊 这是 您这一说还提醒我了 走了走了 回家看电视 哎 别走了 再聊会儿 再聊会儿 他还有球 哎 别都走啊 哎 怎么都走啊 别走了 我不走 我陪您聊 你看 还让人大清 呵呵 是 你是不走 哎呦 你们家也没电视 呵呵呵呵 没电视没关系 哎 您家可得买个电视 凭什么呀 你怎么不买 嗯 我不是那个 那个 没 还没时间嘛 嗯 我是要买 嗯 我正准备着 哎 要不这样吗 咱们两家合资买台电视 您看怎么样 合资 不是 光听说过 合资买电视台的 没听说过 合资买台电视的 就是 怎么合资啊 买了搁谁家呀 那当然搁 您那 啊 搁我们家 哎呦 有真好事 哎呀 潘总啊 你是不是 有二手的电视机 咋手里了 我不 谁二手电视机 我一个有钱人 要买就买那坎儿新的 出厂价 还不能高于两千呢 买一个两千 又真便宜 真便宜 哎呦 那您出多少 不出多少 我出一千 你出一千呗 一人一千 啊 坎儿新的电视 啊 还搁我们家 嗯 怪不得您做生意赚不了呢 嗯 您整个一冤的头 谁一冤的 这这 我一个有钱人 我都乐意这么花 嗯 您不乐意吗 不乐意拉头 哎呀我乐意我乐意 要是这事是真的 我当然乐意了 是不是 您这回说话是真的吗 嗯 哎呀我这 闪了 我来 好 你可以 看 银行李 我刚取了一千块钱 等我这 他让他转送去 咱怎么着 跑不掉这一千块钱 就白给他了 哎呀怎么是白给呢 不是说好了吗 两家合资 没电事 哦我想起来 还可我没同意 什么叫合资 这没评没据的 黄大哥 正说点了 来来来 坐坐坐 我刚刚起草了一会合同 待会马大姐要是同意的话 您在上面签个字 咱们双方购买电视这个程序 就算正式启动 不是请我合资买个电视吗 还签什么合同吗 我们生意人 讲究是法律意识 您借钱买班方便面还得签合同吗 更何况买电视 借钱买方便面 我们做大生意的人 不是 您这合同是怎么写的呢 那天我给您念念 购买合同 甲方 潘大庆 乙方 马晓叶 双方 这里怎么没我 有您 那就得三方协议 那说我只能出三分之一的钱 我算算 两千除以三 我只能出六百六十六块六毛六分六六 不错 这六六大顺 您先别顺了 咱们不说好的吧 一人一千 您怎么又变成六百了 真是 老王 老王 这两千儿合资 买的电视 咱们家呢就算我一个人 你呢就不算人了 我怎么就不算人了 我这么一大活人 我不算人了 行了吧 行了吧 随便 你们两个人只要有一个算人的成绩 我接着往下 您说 您说 双方就共同购买21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达成如下协议 一 该电视价值人民币两千元整 甲乙双方各出资人民币一千元 由甲方购买并向乙方出具发票 由乙方保管并准许甲方随时观看 二 双方就观看电视节目内容发生争执时 原则上应以所看节目是否有意思为依据 以是否重播为准则 如甲方所看节目次日重播 而乙方所看节目无重播时 应让于乙方 如乙方所看节目特别没劲 而甲方所看节目凑凑花花时 应让于甲方 三 甲方观看婚戒速配节目时 乙方应做出让步 乙方观看电视连续剧 哦 乙方换成王哥了是吧 哦 对 那就是那什么 呃 观看体育比赛实况时 甲方应做出让步 如若甲乙双方需同时观看婚戒速配节目 及体育比赛实况时 双方应本着友好互量的原则进行协商 哎这协商无效数 甲方观看五分钟交于乙方 乙方观看五分钟交于甲方 甲方观看五分钟再交于乙方 乙方观看五分钟再交于乙方 您别念了我我自个看吧 你瞅瞅你瞅瞅 那好嘛 蒸蒸捕在边儿 这没办法 我们生意人的措辞严谨都成习惯了 您让我们马迫都不会 你们回去研究研究 晚上听你们回话 行行行行行 谁是甲方 我以为你明白 我还以为你听清楚 这这这可不行啊 什么你五分钟我五分钟的 这这看足球能这么看吗 上回看那个欧锦赛的时候 我就是出去撒泡尿那么个功夫 这意大利队就让法国人给淘汰了 照你这意思 为那一泡尿都花一千多个钱 那又不能 就是 再怎么说了 哪就那么巧啊 一个台播那个足球实况 另外一个台正在搞速配呢 再说的再说了 我都给他那竟想好了 自他把那个新电视一买来 我就给他说一对象 他还看什么电视 直接去看那真人去了 我妈的主意高 那是 我是谁啊 我不做生意 是他们生意人的玩性 要不然都得赔给我 大轻兄弟 怎么着 研究怎么样了 还研究什么呀 拿一千块钱拿你买去吧 等等 别着急 怎么着 为了杜绝后患 我又起草了一份补充协议 哎呦 妈呀 怎么当个生意人这么麻烦呢 你也 还是那句话 麻烦点没坏处 我跟您见你们听见了吗 我跟您见了 我跟您见了 关于购买21寸彩色电视机合同的补充协议 一 该电视一经购买即为甲乙双方共同拥有 一方无权擅自出售 这不是废话吗 我买个电视机就是哥那瞧的 我卖它干嘛呀 对 不买啊 鉴于该电视由乙方保管 如有损坏应由乙方承担修理费 运输费及一切连带费用 不是他这个又怎么 不是 这凭什么我就 基本上也是废话 咱买个电视机哥那儿好好看着 不磕他不胖他 他怎么就坏了 不是 等会儿等会儿 你比如说啊 这电视机它显像管坏了 咱也没磕他也没碰他 这使着使着他自个儿憋了 这怎么算 对这怎么算 我这都有 您说您说您那个 三 如若因电视本身及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 如地震 洪水 火灾 战争 等等 您等等吧 您等等吧 怎么买个电视买出战争来了 你想周到点都没坏处 我说潘总 您这是买电视的 怎么比买这个人寿保险还复杂 您怎么知道呢 我就是按照人寿保险那张成起草的 活活十大天 哎呀 哎呀 你要我怎么还得说是我们有钱人 你就光跟马大姐合资买这台破电视 我足足起草了都有二十页的合同 知晓喀喇 秘密麻麻 我全都写到了 啊 出发出发 合资买个电视就这么复杂 那潘总 您要真合资买个电视台 那我估计得有上千页的合同 要不绝对办不下来 不是 我就纳了闷了 潘总 像您这么有钱一人 啊 那什么镜面方角 十六比九 超薄壁挂 高清晰度 您一样来一个 费着那么大劲 您喝什么个滋 我 我 我那不是帮助马大姐吗 你主要是锻炼他 对 培养他 照顾他 你就跟那扶贫赈灾的性质差不多 真是 新电视来了 不是我还没出钱 你们就买了 自己垫上吧 潘总 您的合同吧 忒复杂了 我们也看不懂 所以呢 我们就一咬牙 一跺脚 一瞪眼 一哆嗦 自个儿套了 是吧 你这儿买了 真感想这会儿 这个电视啊 大幅度的降价 我们就花了一千五 在商场里买了一个二十五寸的 新的二十五大 慢着慢着 这就把我给甩了 快 我费你大劲 起草这合同足足二十页 我爸总说 您别着急 我爸妈说了 随时欢迎您啊 上我们家看电视去 可有个条件啊 只赶上足球 这现场直播得紧着我看 一秒钟也不许换台 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 不该管的闲事 还是得管 虽说昨天像一阵 不过眼云烟 从现在开始 也不算完 你拍一 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气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儿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揭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事不能自顾自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太离谱 太离谱了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弄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岛链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鱼肉还不吃 谁说是金元家 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 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 只要你有个信念 别说你忙 你没时间